这道菜起名叫做蒜香鱼 确实很下酒 这是一条炒鱼 前面的步骤呢 就类似于做水煮火鱼的切法 先将肉和骨头分割切好 力度下压向前推拉锯 再斜刀把鱼篮片下来 还有一个步骤 就是要把鱼皮片下来 左手握紧 右手力度往下压向前推拉锯 去掉鱼皮 腌制比较方便 橙色也比较好看 准备葱姜蒜 胡萝卜 以蒜为主 加入适当的水 大概搅拌15秒 把汤汁过滤出来 加两勺盐 下柠檬汁去腥 腌制40分钟 沥干后下两个蛋黄 段子里面是这样的 实际上用手抓比较有灵魂 加入一勺一米淀粉 继续搅拌均匀 五层油温下锅炸 一般食材下锅 马上冒大泡 就在五层左右 炸两分钟后 表面金黄酥脆 腌干油 垂涂 和我阴拌和